谢君豪大概是那种很多人觉得脸熟却叫不出名字的好演员 甚至还有人对着谢君豪黄宗泽两人犯脸盲症 在他的身上有着太多光芒 他是香港话剧团最年轻的首席男演员 在没涉足电影行业前 他就已经凭借南海十三郎成为话剧名卷 这位曾打败张国荣一举夺得金马奖影帝的谢君豪 从来都不是浪得虚名 这一招是希望你用一张这么大的单可以影响开市价 令你可以在短短三十分钟之内只能赚二十五万 是这样又怎样了?我又不是一个这样做 梁志平先生 你这样就是承认干分了证监条例第二百九十五条 利用造市去获取利益 在三个月里你用了这招很多次 其他的投资者因为这样而要付出更高的价 而你自己从中就赚了过百万 第二年出生的他上完中学就没再读书 早早步入社会的他做过文员推销员一类的工作 在香港演艺学院第一次招生中 喜欢表演的谢君豪也报考了 可惜最后落选 无奈下他选择了护士课程成了一名护士 第二年香港演艺学院开始第二次招生 不服输的谢君豪再次报考 颇有意思的是 当时谢君豪第二次报考的时候 在考场上他自选的剧目叫做《莫扎特之死》 开头第一句就是大吼了一句 为什么 谢君豪这一喊 不仅把上一次落榜失败的怨气撒了出来 还把正埋头干别的事情的考官震醒了 凭着这股劲 谢君豪才成功考入演艺学院 毕业后 谢君豪进入市政局香港话剧团 成为该剧团的全职演员 尽管成了一名演员 但谢君豪的演艺之路一开始却并不顺利 没名气加上又是新人 导致他在剧团做了八年全职演员 大多都是跑龙套的角色 他还在《大三圆》和《金玉满堂》里 给张国荣跑过两侧龙套 1993年 谢君豪晋升成为香港话剧团的首席演员 同年主演了话剧版《南海十三郎》 1997年 他离开香港话剧台 转到春天舞台 成为旗下全职合约演员 期间出演《上海之夜》 这一年 导演高志森打算将话剧版《南海十三郎》搬入迎评 谢君豪签约的《春天舞台》 正好就是电影版《南海十三郎》的编剧 杜国威的社团 再加上谢君豪在话剧版出演过《十三郎》一卷 所以电影版的《十三郎》一卷落到了谢君豪的身上 他也凭借电影版《南海十三郎》一举成名 《十三郎》一卷成为《十三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一个抉择 在这部电影里 他以充满爆发力和多面的演技折服观众 做到了《人戏合一》 《十三郎》《十三郎》 《十三郎》 乍线中的张国荣 一举夺得了 当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他的获奖成为了 当晚谁都没想到的 谁都没想到 一个不起眼的小成本 可以一军突起 就连谢军豪自己都没有自信 金马奖典礼期间 他去上厕所 在厕所遇到熟人都说 自己不可能在张国荣和黎明手中 拿下影帝 然而他从厕所回去之后 就听到台上主持人宣布他得奖 别人口中的不可能 一转眼就成了现实 26岁靠近香港话剧团 30岁成为话剧团首席 遇到了南海时赞郎这个代表作 33岁拍了电影版 34岁拿了金马影帝 谢军豪一口气走完了 别人大半生的奋斗道路 没想过自己可以拿影帝的谢军豪 很早就签了南海时赞郎的编剧 杜国威创建的独立剧团春天舞台 因此那段时间的他 大部分重心都放在话剧上面 影视类也仅拍了 追凶20年千言万语两部作品 发展受到了一定限制 直到1999年约满离开春天舞台 谢军豪才成为自由神演员 拍戏的机会也多了起来 2003年 谢军豪将演艺重心移到内地 先是出演了电视剧 随唐英雄传中 荒淫无度 无恶不作的杨广 后又接连出演了 仙剑奇侠传 天外飞仙 锦绣源华丽冒险等作品 2010年的热播剧 一者人心 让他荣获了飞天奖 精湛的演技 儒雅的外形 令他赢得了内地一大批观众的喜爱 成为香港演员 北上发展的典范 和迎评中各式各样的性格不同 私下的谢军豪沉稳 且有些不善言谈 他几乎不参加任何综艺节目 接受采访时 对自己的私生活都是避而不谈 甚至连受伤这种事 都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 2009年 和谢军豪一起合作 杨贵妃密使的理念爆出 在拍摄过程中 片场意外起火 谢军豪冲进火场 救出了在剧中饰演自己女儿的小演员 结果却导致自己面部烧伤 不得不做手术 此事曝光后 人们不禁感叹 谢军豪真的太低调了 名气对谢军豪来说 仿佛是过眼云烟 能不能拍好戏 才是他最执着的追求 金马影帝这个奖项 并没有给他带来许多机会 只是带来一个名声 让他从小众的舞台领域 走向大众 当年那个赢了张国荣的 谢军豪自始至终 都是一个演好戏的演员